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如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时念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就是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看课评239页 讲到第五行 239月第五行 前面说到八正道 正在讲四地 看到第五行 佛说四地法门 不外乎三转十二形象的法轮 三转十二形象 我们说过 三转是四转 劝转 正转 每一转都有所谓的 所谓的 你说苦 他告诉你 这是疑惑性 其是遭感性 念是可证性 道是可修性 之后都有说 母因之 母因断 母因正 母因修 我以之 我以断 我以正 我以修 这个是所谓的三转十二形象 其实从三转十二形象里面 我们也可以知道 第一个 佛告诉你的 这个是真理 那么确实是这样的 所以在仪教经里面会讲到 那么说 佛说苦地 真实是苦 不可令恶 即真是因 更无意因 苦若灭者 那么即是因灭 因灭故果灭 灭苦之道 实是真道 更无余道 那么这个也是在确定 就是佛要入灭盘之前 确定再讲一次是定 那么就是真理 那么从这个三转十二形象 其实我们也可以知道 那么第一个 这个除了讲 这个世间的这个真理之外 那么他告诉你 第二转第三转 告诉你 母应治 母应修 那么 第三转告诉你 我以知我以修 意思就是说 其实我告诉你的佛法 都是可以修的 你一个这样修 都是可以成修 都是可以解魁的 那这个也是佛讲 世地法门最主要的 第一个我告诉你的是真的 那么是不是真的 也不是我说了算 你修了你就知道 那为什么我知道 因为我是 我是这样修过来 所以我知道 那么其实这个是 比较我们说 比较白话的说法 就是说 我告诉你的是真的 这是第一点 那么为什么是真的 因为世间是苦的 那么苦有逼迫性 那么我们受到 世间种种苦的逼迫 生老病死 因为这一位 爱别人修不得 这个是现实可见的 也是 也是你可以感受得到的东西 那么苦到底从哪里来 苦到底从哪里来 是从 是从哪里来 从烦恼来 那么 再直接一点讲 就是夜来 那夜从哪里来 从烦恼来 那烦恼的从哪里来 烦恼的从哪里来 烦恼从无名来 那什么是无名 你不知道 不知道原始 不知道无我 那么 因而产生 种种的烦恼 所以 无名的根本 就是 你不知无我 所以 解脱的关键就是什么 就是 无我 生死的真结是什么 就是我见 有我见 有我爱 这个是 从 沉沉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推 推求 然后慢慢知道 世间 原来是这样的 无名形 世明色 又是出生爱居有 生老病死是从这样来的 那这个是佛陀 他亲身 体验过来的 知道 而且 察觉到 以智慧察觉到 苦 这个就是苦 生死是苦 总结来讲 轮回生死就是苦 那苦怎么来 苦怎么来的 慢慢去看 慢慢去看 就好像说 那病怎么来的 那么 这个 怎么样治这个病 怎么样才算把这个病治好了 你会复发的 那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还是 他告诉我们 我告诉你的 是真的 为什么是真人 他告诉你 那么你可以 你可以 试着去想 然后试着去看 确实是这样 那么 最重要的就是 这个是真的 而且你这样修 就可以解脱 为什么 因为 我是这样做过来的 那我们常讲 佛教的会有观念 我又不是佛 佛有智慧 佛那么厉害 佛又没那么厉害 不是的 佛告诉你 此事苦 如因之 此事道 如因修 他告诉你的 告诉你可以修 就是可以修 他不会说 我是这样走过来的 但是我做得到 你是做不到的 他绝对不是这样 但是我们现在看 看待佛法 很多佛教者都是这样 这个佛做得到 但不代表我们做得到 那即使主师大德做得到 也不代表我们做得到 佛这样修可以解脱 我们这样修是不能解脱的 这样 你就是没有真正的了解 这个所谓的式定 三转 我们看起来就三转而已 就持这个 你说第三转 我已知 我已断 我已正 我已修 那么我们会觉得 那个是佛 我们不是佛 佛这样修可以解脱 我们这样修不能解脱 那么这个你就误会法的意思了 法基本上不管是谁 只要能够这样修 他就能够得到这样的功能 他绝对不会说 这种 这种好像一般的药 也许在西方人吃了 它可以发挥百分之百的功效 那么东方人吃了 任何一个时间空间底下 它都是一样的 因为法性法柱法见 不存在于时间空间的种种差异 他这样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 对于这个法 对于这个法 比如说八正道 那么我们现在修八正道 也不能得解脱 为什么 因为是末法 因为你必须在佛陀时代 跟佛生在同一个时代 那个时候你修八正道可以解脱 你现在在末法 那么你这个 你这个没有佛的时代 你修八正道也不能得解脱 那你在说佛世界 修八正道不能得解脱 你必须要到其乐世界 修八正道你才可以得解脱 这个就是说 它有时间跟空间上的什么 一个局限 法没有这种局限 那么你说这个是2500年前佛陀说的 2500年后已经失效了 这个是佛法吗 当然不是 佛法没有 佛法是若佛出世 若不出世 就是法性 法处 法见 这个我们要强调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观念 受到末法思想的影响 那么都会觉得 现在这个时代 一样的佛法 但不能够 2500年前可以得解脱 现在不能得解脱 最常见的说法就是 正法 向法 末法 正法 修八正道可以得解脱 依着佛法修可以得解脱 向法不能得解脱 但是还可以得禅定 到了末法 连禅定都得不到 只能修佛法 并且是这样子 这个绝对是邪见 不是佛法 佛法是若佛出世 若不出世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 对自己没信心 那么对自己没信心是因为 我们身在末法时代 没有佛的时代 虽然有法没有佛 那么我们还是不能得解脱 那么你要知道 即使在佛陀的那个时代 依然很多人没有解脱 没有解脱 只是因为他不理解佛法而已 佛陀时代佛弟子 也不是每个人得解脱的 佛灭后依然有很多人得解脱 佛陀时代的解脱者 不一定都是见过佛的 没有哦 你不要以为在佛陀 2500年前佛陀时代 那些阿罗汉都见过佛 也没有 有些是跟着佛罗纳出家 有些是跟着佳瑟出家 有些是跟着舍利佛出家 有些是跟着舍利佛的弟子 的弟子的弟子出家 他也不一定见过佛 他可能在海面的地方 他也不一定见过佛 你说像佛陀的最后一个弟子 佛陀的最后一个弟子 其实是这个 徐把陀罗 他也他修行那么久了 但是他在居士纳 他也没见过佛 是佛要入列法去居士纳 他才见到的 那像这样一辈子 虽然佛陀时代 佛陀时代很多人依然没有见过佛 即使在舍会狗 即使在舍会狗 佛陀在那边二十几年 还有三分之一的人 不知道有佛 你看看 其他地区的人就更多了 那么虽然是佛地子 虽然正阿罗阿 他也不一定见过佛 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都跟佛出家的 早期的是跟佛出家 一千两百五十个都跟佛出家 但是这一千两百五十个 地者再分散出去 都会修地子 都会修地子 他也不一定见过佛 但是他依着法修行 依然可以得解脱 依然是可以得解脱的 那么你见过佛 你还不一定可以得解脱 因为什么 你见佛不见法 还是不能得解脱 你见法不见佛 还是可以得解脱 所以你把它延到两千五百年后 也是这样 把它提前到佛陀时代 也还是这样 因为 若佛出世 若不出世 若佛出世 若不出世 就是佛在佛不在 不是重点 但是佛在有一个好处 就是因为没有佛 我们不知道真理是什么 你的能力没有办法到那里 或是你没有去过那里 我们不知道 佛告诉我们了 这是一条路 他走过来的 这一条路可以告达 我们跟着他走这一条路 那么也一样跟他一样到达 其实是这样的 若佛出世 若不出世 法信 法处 法见 他本来是这样 他一直是这样 他普遍是这样 那么这个是重点在见法 所以我常常觉得 特别是中国的佛教徒 中国的佛教徒都认为 我们修学佛法解脱无望 那么所以你要第一个 不要过三个道就好 第二个最好能够往生进度 那么其他你就不要想 那么南传跟藏传的 人家还高尚一点 南传的是自求解脱的 那么藏传的是要提升成果的 只有我们只求往生进度就好 那么这个其实是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老实讲 不太有志气的 当然往生进度是很好的 但是往生进度 并不是因为出于无奈 而是出于什么 我要去跟佛学习 他是这样的观念 但是我们现在求往生的人都是什么 因为我身在末法是一种悲哀 我见不到佛是一种悲哀 虽然我听到佛法 但是身在末法就是不能得解脱 很容易动不动就过三二道 所以出于无奈 所以我们只能好好念佛求往生就好 佛法因为这样 那么慢慢慢慢因为求往生就好 那往生后来即使往生进度原来也不是这个意思 往生进度后来被变成 讲成只要念佛就能往生 往生的就成佛 就被等同起来了 念佛不一定可以往生 往生不是就成佛 不是的 就是往生到其他世界你就跟佛一样了 不是这样讲是错误的 而并不是说念佛就能往生 也不是这样子的 要往生 无量寿星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三辈往生都必须具足四个条件 法谱提心修诸功德 这个修诸功德里面一定有戒定会 一定有八圣道 然后后面才是 这个你这个 专心诵词这个念这个佛号 一向专念 然后才是什么 回向发言 无量寿星已经讲清楚了 这进度法门里面包括很多 但我们现在的进度法门 我们现在的进度法门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阿密婆婆的进度 进度法门是很多的 就是 有东方进度 这个是佛的进度 东方的进度 西方的进度 南方的进度 北方的进度 东南方 东北方 西南方 西北方 阿密托经里面有六方 玄奘方一个有十方 这个都是进度 非常非常的多 都是佛进度 也有菩萨的进度 弥勒 多怀天的弥勒进度 他没有佛 他只有菩萨 一生菩萨菩萨 那你没有佛 一生菩萨菩萨 那个也是进度 那个叫做菩萨进度 三国的圣者 生到五不还天 没有佛也没有菩萨 就三国的圣者 那个是生文进度 弥勒佛再来的时候有佛 那个 但是那个是人间进度 在三界面 这个 没有佛 没有佛没有法的进度 也有 因为那个叫做庄严国土 清净国土而已 那个是北聚如洲 那个也叫做进度 进度法门是很广的 那我们说佛进度 佛国的清净国土佛进度 那佛进度 比如说你东方阿处佛 我要师佛 西方阿弥陀佛 那讲阿弥陀佛 我们就把它浓缩 就讲进度 就讲阿弥陀佛的进度好了 阿弥陀佛的进度 是以无量寿星为主 无量寿星为主 那无量寿星的思想 其实是你在说佛世界 好好的修行 修出功德 那么以这个功德 那么因为你对佛法 有深切的了解 这个就跟波勒金 从一佛国至一佛国 终不理佛一样 因为你内在有法 你依这个法为远 你就能够生到有佛的国土 有佛法的国土 其实是这样子的 那么所以你必须 在这个说佛世界 好好修行 那么你才能够修出功德 那么你依这个心 你才能够到有佛法的地方 那么现在哪里有佛 哪里有佛法 你就会生到那个地方去 那么很多地方都可以 但是你特别要去哪一个地方 那个是可以的 所以重点还是 你还没到他方佛国之前 你必须要在现在这个佛土里面 修出佛法 所以无量寿金 他讲四种往生的方法 就是往生净土 你要生到佛国 他有三倍往生 就三类人 三倍往生他就四种 那么四个主要条件 发普提心 那么这个被很多人忽略了 我们是在讲这个四地十二形象里面讲到 四地里面有努因修 我已修 那么佛陀告诉你 我是这样走过来的 你这样走也可以跟我一样 这个是很明白的说法 那我们这样讲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之所以认为 认为现在修也不能成就 主要是受了末法思想的影响 那么末法思想 又有某部分的净土思想 把这个佛法讲偏了 认为只要念一声佛号 念佛那么就能够往生净土 那么你在这个末法时代 除了念佛法门以外 没有其他的法门可以修 修其他的法门也不行 就末法思想再结合 比较极端的净土思想 那么就变成我们现在 普遍存在佛教界的 一种消极 怯懦不安的佛教徒的心 南传藏传又不会这样 备传才这样 就普遍大家都觉得 你也不用了解那么多佛法 也了解也没有用 也不用修那么多法门 那么多法门也没有用 你就只有念佛法门 末法一一一人修行 汉一得道 唯一念佛 得度生死 就是这种思想 让佛教开始大家都不思维 不去理解佛法 不去去学习佛法 也不用其他的法门 就在家里面属念珠 好好念佛就好了 见到可以见佛 见莲花 然后要往生 活着的时候 就等待死的时候 能够接他去佛 就只是这样 一心就是这样而已 佛教悲安 这样讲 其实是让佛教陷入一种 就是什么都不用 什么都不好 那么 所以佛法都不用学 佛法会断 佛法会断 就是因为没有传承 没有传承是因为 没有人学习 没有学习是因为 你学了也没有用 那么所以 这样的观念 所以我们必须要厘清 所以我们先讲 无量寿金 你即使是往生极乐世界好了 因为现在修 现在台湾修净土坊的 基本上还是分三大列 但是最多的还是要往生极乐世界的 西方净土的 然后有一部分的人 要往生极乐世界的 你在推广 另外有一部分的人 要往生极乐世界的 基本上是修为师的多 就有设三天 但是最多的还是往生西方净土的 那么特别都是在强调 一句佛号就好 丙多一本无量寿金 一句佛号 这样就好 那无量寿金也好 你要把无量寿金读清楚 无量寿金是讲 庄严净土的净土法 那么你要把它 它即使往生 它都不是 因为无量寿金讲到最后 只有十八院 十八院能说起来 只有一句佛号 十念往生 那你就念佛就往生 不是这样 绝对不是这样 你去读量寿金三倍 第一个发菩提心 第二个修出功德 第三个一向专念 第四个回向发言 那我们现在只有这两个 就一向专念 甚至只有一向专念 有的人都不知道要回向发言 那么基本上 现在的净土法 我们只持下这两个 就一向专念 又一向发言 那就要往生 不能 既然不能往生 它一定要什么 发菩提心 大圣不共进土 你没有发菩提心 那你知道怎么发菩提心 你知道 你就是怕 你就是怕堕落 怕堕落没关系 那么你要发菩提心 那种积极菩萨 因为你是菩萨 你的心 必须跟阿弥陀佛的心一样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法战比丘 世智大王佛 给他看了211佛国土 他便没有说 哦 那个佛土很好 告诉我怎么往生放那个佛国 我没有这么讲 他讲什么 他说 他跟世智大王佛讲 这些诸佛国土那么殊胜 请告诉我怎么修 才可以得到这么殊胜 他是这么讲的 他并不是说 哦 那个国土那么殊胜 请告诉我 我要怎么修 才能去到那个国土 没有 没有 如果是这样就不会 如果是这样 不会有极乐世界 因为极乐世界 并不是阿弥陀佛去到他方国土 而是他想要学习诸佛 那么 学进诸佛 那么成果的时候 有这样的国土 是这样子的 那么 这种观念 并不是 并不是说 哦 我念佛 而往生 往生 往生 往生这个净土就好 不是 所以 因为这样 因为这样 他告诉你 这个其实就是要修八正道 他告诉你 你在娑婆世界 他告诉你极乐世界 多殊胜多殊胜 多好多好 却你要往生 但是最后他跟你讲什么 你在娑婆世界 休闲一天一夜 胜过在极乐世界 休闲一百年 他为什么这么讲 那那么好 那早点去 你现在不要管他去的去 不是 他告诉你 那你虽然好 可是那你好的 那你好 是必须你这里好 你才能够去到那里 延续那样的好 你这里没有阴 那你哪里会有果 佛法一定是讲阴果的嘛 所以你 你说 那天上很好 那天上那么好 那么 我想要升到天 告诉我怎么去 你必须这里修 布施慈见 你才能够升到那边 天上去 你说 那我不用 我不用修出功德 因为我念佛就是功德 阿弥陀佛就会把功德给我 你升到极乐世界 我就有没有跟阿弥陀佛一样的 一样的功德 没有 不是 没有这种事 那这种 那这样的话 释迦摩尼佛也可以给你啊 释迦摩尼佛难道是不够力吗 难道他的力量比阿弥陀佛小吗 没有 佛 佛到头 每一个佛都圆满 他是无上的嘛 他不可能说 阿弥陀佛愿力比较大 释迦摩尼佛愿力比较小 阿弥陀佛做得到的事 释迦摩尼佛做不到 那这样释迦摩尼佛还叫做佛吗 那不是嘛 你想一想这个道你就知道 那如果阿弥陀佛可以给你的 释迦摩尼佛一样可以给你 现在释迦摩尼佛为什么不给你 他还是告诉你要怎么修啊 所以你升到极乐世界 你看无量塑星他是怎么跟你说的 他告诉你 你要在这个世间好好的修好好的发现 那么因为你在这个世间一直念佛 发补迪心修诸空格 那么你在往生的时候 你有愿你就能够生到佛果 这个跟波罗经讲的一样 波罗经也是说你一直 你一直有智慧一直理解佛法 那么你就从一佛果至一佛果 中不离佛 哪里有佛你就会生到哪里去 一样嘛你在这里行善 那么你在这里行善 那么哪里有好的国土 你就会生到好的国土去 你如果造了恶业 哪里有不好的国土 你就会生到不好的国土去 就算没有地义 这个世界坏掉了 你还是会移到他方地义 继续受苦的 就算这个世界没有火 你还是要到他方有国 有继续修行的 为什么 因为以西都有法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那我们现在已经就是 我们说就是末法思想 跟某部分比较极端的 禁度思想结合了 结合了就变成我们现在一种观念 我们现在怎么修都没办法 而且去到其他的禁度都很难去 那么极乐世界最容易 你只要念佛想去 阿弥陀佛瑟说 因为他大愿力 其他的佛没有这种愿力 没有这种观念都不对 因为所有的佛都一样 要利益众生的心都一样 他因缘不一样是没有说 那么但是 但是他的能力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佛 佛也不可能说你不用心 因为你念我 那么我就可以射受你 没有 老子都讲了 这个天大无心 常与善能 那为什么 谁修善 谁就得善报 并不是因为你跟我比较亲 我就给你比较多 比较好 没有 不是这样的意思的 所以 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清楚 要不然我们就会变成 变成说 现在末法 我们怎么修都没有用 不是 三转十二形象 四转劝转四转 四转劝转正转 特别是他劝你这样修 那佛陀不会说 你这样修 不能成就我还劝你这样修 那他不是欺骗我们吗 不是叫我们白费心力吗 他留下那么多佛法 大家设解起佛法是为了什么 以后的人可以依之成就的 他有没有讲 这个过了五百年之后 这些法就用不到了 就修了不能成就了 政法没有时效性 保存期限三个月 政法保存期限五百年 过五百年他就失效 或是他的效率就减半 因为过期了 有这种说法吗 没有 那因为后来我们就是末法思想 再加上 无量寿经把它什么 把它断章取义啊 无量寿经四十八月 就强调十八月最重要 十念就往生 那么十念里面念佛最重要 念佛就最重要了 念佛就可以往生 那往生了就跟佛一样 没有 往生了没有跟佛一样 他反正同学徒你去了 你去了 你去了不是跟佛一样 你是跟在说佛世界一样 那这样修完 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在这个世间修呢 他告诉你的观念是 你可以往生到净土的原因 是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修净土的因 什么叫净土的因 尽心 就是你尽量让你的心清静 你的心都不清静 你怎么感到净土 你有办法嘛 你的心不善 你怎么感到善的国土 你有办法 你说因为我念佛 我虽然心不善 我虽然照第一个业 但是因为我念佛 我还是可以被佛拉上去 如果是这样 那么提伯达都不会下地义 善心比丘不会下地义 那佛弟子也有下地义的 善心比丘还做过佛的侍者 他一样下地义 那重点不是 重点不是你念佛 而是你学习佛 念佛是为了学佛 学佛是为了成佛 那学佛怎么学 佛就告诉你 我是这样走过来 我是一八正道 我是一八正道而承受 而成就的 那么你跟我一样 一八正道也可以成就 此事道我应修 此事道我也修 那么你这样做也可以跟我一样 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念佛是要知道佛是怎么成就的 他最重要是要测发信愿 相信佛说的话 那么学习佛所修的 就是我愿意跟佛一样 所以念佛是为了测发信愿的 所以他才会告诉你 此事苦如因之 此事苦我已之 那么此事苦逼迫信 你要相信佛 信佛之后 就是他基本上就是信佛 信佛所说 那么行佛所行 学佛就是要行佛所行 那么愿什么 愿与佛同 愿意跟佛一样 就好像法藏比丘 法藏比丘 这些佛成就这么殊胜 就是告诉我 我要怎么修 要医愿起修啊 法藏比丘第一个 发了四十八大愿 发了四十八大愿 医愿起修 那么愿意跟佛一样 那这些佛都是怎么成就的 告诉我 我也要这样的成就 所以我也要跟佛修一样的 医愿起修 这个是无量寿经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道理 无量寿经是西方净土 最主要的一部经 最重要道理在这里 可是我们现在没有 我们现在念佛的人 根本就不晓得 法藏比丘在做什么 四十八愿也不管 就管十八愿 若有众生欲生我国 修足十愿 若不生者不取正觉 就管这个 他说 所以修足十愿就生了 没有 四十八愿是整体的 他不是只有正愿而已 你单单一十八愿 你是不能往生的 为什么 因为他告诉你三倍往生 即使是下倍往生 都要这样的条件 你单单一向专念 修足十愿 那你就往生了 没有 就不合乎无量寿经的思想 而且他告诉你 你去到体乐世界修一百年 都不如在娑婆世界修一天啊 那为什么这么讲 那既然那么好 那一天应该将过这边一百年啊 不是 这边修一天 胜过那边一百年 不是无量寿经就要讲而已 其他的进度经典也是这样讲 你去相信佛果 相信佛果那么殊胜 那么一样 在这里修 胜过在建筑修 所以 因为 你是这里的人 你不用老是存着 我赶快离开这里 我就可以有成就 不是 你未来的成就 在于你现在怎么修 你未来有什么成就 就在于你现在怎么修行 你在这里怎么修行 你未来就好像你要升到天上 你又有什么能力 天人也分三等啊 天人也分三倍九品啊 你可以做天王 可以做天子 可以做天人 天人也有福报大的 福报小的 福报不大的 福报比较大的 福报中等的 福报小的 那你说我要做那个天王 那你要做天王 就要有天王的修行方法 你的布施就要比别人多 你的心量就要比别人多 那么你才能做天王啊 那一样嘛 那你如果三倍往生 三倍是什么 三倍是见法的 你有智慧的 那么所以 你不可能什么都不知道 佛法都不知道 那么你就能够成就 那是不可能的 那么 因为 我们现在来讲这个三转蛇形象 讲到这个佛说的法 第一个 他说的告诉你的是真的 为什么是真的 也不是说我说的是真的 你就是真的 不是的 当时的外道就问过佛 这些国王也问过佛 当时有六师外道 六师外道 这是最主要的 还有其他的 这六师外道里面 像不知道是波士尼王 还是并不说的 我已经忘了 他就说 这个 这个六师里面 六师都是当时的宗教领袖 那么每一个人都有一套理论 而且都说是 除了 除了阿姨都算是鬼屋论 他死了没有 没有 没有以外 其他都有一套理论 但是 这一些人到底哪一个说的才是真的 我们怎么知道 对不对 但是底下都有很多什么 很多地址的 很多 很多出家在家的地址 这些都是沙门集团 六师都是沙门 另外还有一个婆罗门 婆罗门 婆罗门是废头的 是连来的 但是六师是反婆罗门的 他有很多种 就是 他的翻译会有很多种 那我们就举其从一种而已 我们都用三个字的比较好记 尼建子 善若语 墨切林 那么他们都是各有一套思想的 每个讲的都好像有道理 每个讲的都好像有道理 可是一般的人 没有研究那么多 怎么知道谁讲的是真的 怎么知道谁讲的是对的 怎么知道 就好像现在有各个宗教 南传 北传 藏传 佛教 佛教里面 北传有很多宗开 像那个时代 华言经说华言经是最高的 天台宗说华言经是最高的 密宗说大乐经是最高的 禅宗说金刚经 还是说仁切经是最高的 那我们怎么知道哪一个最高 只有哪一个宗教是真正究竟 那这个又不讲 尤其他的宗教 南传 北传 藏传也不讲 讲佛教 鬼教 基督教 天主教 哪一个才是真神 哪一个哪一种说法才是真灵 其他的人哪里会知道那么多 当时也是这样 六四外道跟佛罗门 哪一个说的是真的 我怎么会知道 佛陀讲 也不是我说了就算了 不是啊 我告诉你 你这样修 他不是告诉你 你相信我就好 以前我们去那个小时候 那个教堂里面 那个外面 外面那个教堂外面 我就是真理道路生命 我就是真理 我所讲的就是真理 废头天气也是这样啊 我就是真理 所以我讲什么 我就是代表真理 佛陀不是这样 佛陀不是说我就是真理 我说我讲的是真理 为什么是 他告诉你 那你第一个 你要去斯文 你也不要说 你也不要说 因为是我讲的 你反正你不懂 你相信就对了 他不是这么讲 他告诉你 我告诉你的是真理 那为什么是真理 真理有什么形态 你好好去想 你要如理斯文 所以他告诉你 听文正法之后 一定要经过如理斯文 修行的四个阶段 亲近善事 那我们讲这个善事是 比如说是佛号 那六师外道 他都是善事事啊 当时 当时品博说的好 像品博说的好一问啊 那我怎么知道 因为这个六师里面 我们在这下方佛教 是七个沙门集团 七个沙门集团 就是问佛教 当时的 这个 如果我们讲西达多 这是佛教 那么这个 这个释迦摩尼 释迦祖的先人 那外道都叫他渠台 他的信 他的信是渠台 他的名字是西达多 那我们没有叫他的名字 也没有叫他的信 佛教读都是释迦祖的先人 叫释迦牟尼 那么 这个国王也会问啊 那每一个都说他这是真理 每一个都善真是 那我怎么分辨 我们有没有办法分辨 就好像我说 每一个法门都很好 我说哪一个法门比较好 每一个宗教都很好 都却能为善 是不是都一样 不一样 那哪一个比较好 当然 你去问阿姨都 阿姨都说我说的是真的 其他是假的 互命 互兰阿 互兰阿也说 我说的是真的 他们是假的 那在当时 佛教传来中国的时候 唐朝 这个八宗 哪一个宗教才是最究竟的 天台宗他是最究竟的 才是圆顿教 华元宗 这个华元宗是我最初说的 是最圆顿的 其他所有的宗教都说是 最讲的是真理 宗观 如来藏 为是也都说 才讲的是真理 这个我们先不管 在当时 那么多思想 我们现在其实也面临这样 很多佛教徒都不晓得 第一个 南传北传战传 到底哪一个才是好 很多人修到最后都觉得 有一些人觉得 秘教好像比较适合 就转到秘教了 那有一些人就会觉得 南传好像比较根本 好像比较合法 就转到南传去了 那北传为什么 没有从南传转到北传 从战传转到北传来的 都是从北传转到藏传 从北传转到南传去的 比较多 为什么 北传后来都强调念佛 后来就禅宗 都不讲道理的 都不讲道理的 没有思想 没有思维 秘教虽然讲持咒 讲灵感 但是他们还中教育 辩经 那么中这个 中这个 他们也不是 以很多部分 他还讲道理 讲险教的 像达爱阿玛 达巴巴王 他们也不是 准时说 那个命教过失的 他也讲道理的 也要如理思维的 就是后来 我们很多东西 就念我 就唱话头 都不如理思维 这一部分 让佛教衰败了 所以很多北传的佛教徒 没有根 他又不想像一般人 只是诵经 拜灿 可是他又 他又找不到方法 不知道怎么做 他又不会 他又觉得只是念我 往生打上 他又不合乎他 那么 这一些就是因为 都来自于什么 你没有清楚佛头的教法 我跟你说 你说那 那这六师 这品博说 那我怎么知道哪一个比较强 我怎么知道哪一个是真的 每一个都是真的 你去问这个 问这个 问这个 都马说他是真的 那我现在来问世家的某人 我世家的某人说 我强的人还是真你 好 那一样的问题 那我现在问你 那我怎么知道你讲的是真的 那我去跟他讲 他也跟你讲 你讲的是假的 好 那这下怎么办 他说 我跟你讲的是真的 他并不是说 你相信我就好 不是的 你要怎么样 所以他有事欲留持 他告诉你 他重点在怎么样 你来找他 找他 看起来都一样 讲的都是最殊胜的 不是 佛头讲 这个只是第一步而已 重点不在这些人身上 重点是在他所说的 那么他所说的也很重要 没有错 那每一个人都说他说的是真理 还要怎么样 你还要经过如理事 你不是相信就好 那么如理思维 如理思维还不能得成就 那还要怎么样 还要你时刻去修 如时刻去修正的 那么清静善事 清闻正法 清闻正法 那现在很多念佛的就是 一心只想的时候去阿弥陀佛那里 清晴阿弥陀佛那里 那么后面这边都没有了 还不是现在的清晴善事 那么天闻正法 还要怎么样 重点要如理思维 你要去想 那佛陀已经告诉你了嘛 现在我们讲三转十二形象 十四道八正道 什么是八正道 他告诉你四弟 为什么 有应有缘是间级 有应有缘是间面 他告诉你中道 为什么是中道 为什么是不惨不断 不依不依不来不去 不生不念 为什么是这个 不有不无 为什么 他跟你讲道理的 他不是说 我说了 你相信我就对了 我说好就一定是好 你相信我就对了 我说这个药有效就是有效 你吃就对了 不是啊 你要告诉我 为什么有效 那 如理思维之后 他重点在如理思维 如理思维之后 还要随法行 要随法行 依这个法 依你所听闻的正法 正确的理解 你所听到的是这个 你要正确的理解 正确的理解之后 你才依法修行 依法修行 才能够正到这个法 才能够得到功德 功德是从这边来的 那么这一部分 如果你没有清楚 那么你修什么都一样 你说你念阿弥陀佛 你念阿弥陀佛 也不用问那么多 念阿弥陀佛就是了 那有什么不一样 你念观音菩萨 跟圣母玛利尔 有什么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里 佛教是觉悟的宗教 你的觉性在哪里 你根本也不知不觉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么我们说三转十二形象 四地是四种真实的道理 三转四转劝转正转 劝你修 不只是因为我讲的 你照着做就对 不是这样 而是他告诉你 为什么 所以才要讲延期 才要讲中道 要釐清哪些说的是不对的 为什么不对 哪些说的是对的 也不是说其他外道讲的都不对 不是的 外道也有讲对的地方的 但是不对的地方要讲清楚 他也不是都不对的 不思慈戒他们也讲的 有些也讲的 那么所以修定他也讲的 那么这些有些是对的 那可以 可以继续做 但有些是不对的 你必须要改正过来 那怎么改 他就告诉你这些 那最重要的 我们说三转十二形象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正转 我是这样锁过来的 我已知母因之 我已修母因修 我已断母因断 是什么 我这样修 就断了烦恼 断了生死烦恼 你这样修 也可以断了生死烦恼 他并不是说 我可知奴不知 我可断奴不能断 没有这样讲 但是我们现在都是这种思想 佛 佛这个是 我又不是佛 不是 佛以前也跟我们一样 佛以前也跟我们一样 他是走过来的人 他告诉我们一条路 这一条路 所有的人只要走那一条路 就可以到达他的那个境界 这一条山上就这么一条路 你只要走对了 你就能够到达山上 那所以这里讲 那说 所以他前面才会讲 加强弟子们信解修行的决心 先相信 但不是只有相信 现在修行变成只有相信 你相信阿弥陀佛就好了 你一新年阿弥陀佛相信阿弥陀佛 你死阿弥陀佛就来接你 把你就到极乐世界去 你在那你就直接成佛来 现在都直接敢这样 其实不是这样子 禁主法门很殊胜 但不是这样讲的 那么信还要怎么样 还要解 解之后要怎么样 要行 他一定是这个层次 那么行之后才有什么 才有证 叫做信解行证 所以三转十二轮是要加强你信解行 所以此事到母音之 此事到母音之 你要先知道修道 你才能正当 那么所以此事念 念就是念要烦恼的 那么苦其灭道 我已正 母音正 其实就是这样 你才能正当 佛说四弟法门 所以他这里讲 其实三转十二形象 在弟子们的修学四弟法门时 首先要鲁死之四弟 你看鲁死之四弟 那怎么个鲁死 我们来看 他说从四弟的四相 四弟间的因果相关性 鲁死就是什么 如其事实 他是这样的存在 你要看到他的真相 不是看到他的假相 不是看到他的表相 所以那什么叫鲁死 好 他说四弟的四相 四弟间的因果相关性 什么是苦 什么是己 什么是灭 什么是道 苦跟己有什么关系 灭跟道有什么关系 苦己跟灭道 是什么一种关系 因为我们的问题 就在于两个问题而已 我们为什么要来学佛 我们为什么要信仰宗教 信跟不信有什么差别 那么信佛跟不信佛 我信基督教跟信佛教 又有什么差别 这个你要弄清楚啊 人就是两个问题而已嘛 第一个 我为什么会受苦 我为什么会受苦 如果你都没有苦 你是不会来学佛的 你现在没有苦 未来也没有苦 过去也没有苦 有些人是过去没有苦 现在没有苦 但是未来会有苦 他用预法 有些人是 现在有苦不能解决 要解决现在的苦 有些人是现在没有苦 但是他也要预法未来的苦 有些是过去有苦 现在有苦 未来也会有苦 那很多不一样 但是总而言之一定有苦 天上的人为什么不容易成就 没有苦 没有苦 色无色戒戒的人更不能成就 为什么 他没有苦 他在病中 无色戒的人在病中 他根本就没有感受到苦 所以要等他从病退下来 从色无色戒戒掉下来 他才会感受到 开始感受到苦 他甚至觉得没有生死 所以他不会修 那我们之所以要修行 是因为 是因为我们有苦 所以至正地 第一个就是苦胜地 那什么叫苦 那这是一个 所以我们的问题 其实就是两个问题而已 第一个为什么我们会受苦 我们要探讨这个问题 有苦是事实 那只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苦而已 已经存在或未来会存在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那怎么样才可以不受苦 究竟不受苦 那就是两个问题而已 我们问题就是两个而已 你要来学佛 不也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而已 是不是 那么苦有哪几种形态 那什么叫做苦 那这个就是你对什么是苦 那苦从哪里来 所以佛法都是讲因果 今天后面会讲到法柱子 法柱子就是你要明白因果 这个就是无量寿经里面讲的 身性因果 身性因果 就是要了解因果的道理 因跟果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什么样的因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果 什么样的果是从什么样的因来 这个你必须要知道 那我们也是要探讨这个道理 比如说苦 苦是一种果 苦是一种感受 一种苦果 一种果报 已经存在的事实叫做果 已经存在的事实叫做果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人 它也是果报啊 果报生啊 我们是人 它是一种果 你是男的 是女的 是台湾的 长得高长得矮 身在有钱人的家 身在穷人家 这是一种果啊 病也是一种果 个人有各样的病 病有不同的痛苦 那这些都是果 那果从哪里来 为什么你长这样我长这样 你是男的我是女的 你我姓陈 他姓杜 那为什么这些不一样 那这些差别在哪里 谁造成的 什么原因造成的 要去探究啊 为什么是这个病 怎么样生这个病的 这个一定要先知道 为什么 你不知道这个 你不知道怎么是这个病啊 后面会讲到法术师跟涅槃师 你不晓得 你不晓得这个因怎么来的 你不晓得病因在哪里 你怎么灭这个病 所以你要治这个病 一定要知道这个病因是什么 以前的人 你不知道有病毒啊 那个时候没有显微镜啊 他不再有病毒啊 所以得了瘟疫 他就觉得是什么 瘟神 有瘟神啊 像现在这种 像现在这种 这种叫做冠状病毒 以前的人 如果发生在500年前 他一定是觉得怎么 现在我们要受隔离吗 戴口罩吗 因为这个是病毒 非没有传染的嘛 如果常在500年前 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祭神 瘟神 然后有很多瘟神的这种仪式 像那一种 像我们家乡有那一种 送瘟神的仪式 就烧王船啊 那个是送瘟神的仪式 就多拉热热 把瘟神送上 送上这个海里面 然后放火烧 然后送瘟神射手 就用那个来啊 能不能治 不能啊 你晓得啊 就以为 就以为上天惩罚我们啊 这皇帝都率领 文武百官去祭天啊 因不对啊 你解决不了问题啊 所以你一定要查明那个病因 所以所有的病都要查明病因 所有的苦都要查明苦因 你先了解苦因在哪里 那么才能对症下药 这个就是如死的因果事理关系啊 因跟果之间有什么样的 有什么样的关系 生死是一种果 生死是一种果报 有生有死 有生有死 生了又死 死了又生 它是一种果报 痛苦是一种果报 这个苦瘦完了 患到瘦那个苦 这个瘦完了 隔几天又瘦 那你有瘦这种苦 又瘦其他的苦 今天眼睛痛 明天眼睛痛 后边脖子痛 都痛又痛 今天眼睛痛 明天眼睛痛 同样的痛 这些苦 这些苦到底怎么来的 终究来讲就是生死 有生死就有这些苦 好 苦到底怎么来的 要讲清楚怎么来的 那透过佛法的观察 就是佛头的观察 这是从夜来的 夜怎么来的 烦恼 照夜来的 夜有生夜 口夜 有善夜 恶夜 有定夜 不定夜 你要把这些弄清楚 就好像病毒也分成多种 细菌也分成多种 有些有致命的 有些不致命的 有些有毒的 有些没毒的 有些是对身体有益的 那这个你要分清楚啊 那你分清楚了 你才知道 我要从哪里下手 这个是佛法告诉我们的 那这个也是三转十二形象 最重要的 好 那所以他这里讲到 如死之事定 你对这个事定要理解啊 那你想想佛教徒 佛教徒都不管这些事啊 尤其是北传的佛教徒 都不管这些事啊 那么 所以这一些你都不知道 烦恼来了 你止不住啊 你一直念佛 一直造业啊 你学的是佛法 但是你心里面想的是外道 你根本就连一点觉悟性都没有 绝照都没有 所以你要知道四地间的因果相关性 什么叫做有因有远事间起 苦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所以我们讲 我们的生命这两个问题而已 为什么会受苦 怎么样才可以不受苦 就这两个问题 现在的苦 过去的苦 未来的苦 生死的苦 这一些 都是怎么来的 我们要怎么解决 简单讲这两个问题 展开来就是四地 都是从苦来的 好 所以四地的确实性 就是苦真实是苦 这个就是余教已经讲的 佛说 佛说苦地真实是苦 不可另乐 因为说世界有快乐的啊 这些快乐一下子就没有了 所以你不断不断的 不断不断的生死 这个是苦的 苦的最主要原因 所以才是讲无产不苦 你现在虽然不苦 可是你终究会苦 你有老病死苦 每一个人都要经历 即使生到天上 没有老没有病 他也有死的苦 从天上掉下来 你又会掉到哪一道 又不一定 所以最重要的苦 总而言说 叫做轮回的苦 轮回的苦 那其实像净土法门 燕灵说谷 星球极乐 其实他讲的也是什么 你要燕灵这种苦 五着二世的苦 这些苦你要燕灵 要星球什么 星球极乐是什么 没有苦的世界 其实就是涅槃 真正的极乐是涅槃 就是讲燕灵灵灵 后面会讲这个 完全没有苦 那个是涅槃 就是你把苦因灭掉了 你必须把苦因灭掉了 你必须把苦因灭掉了 才能够到达极乐的境界 其实是这样子 直接到我们先休息时间中 好 谢谢 谢谢